好 谢谢陶海兴老师 现在又有一位听众朋友提问 您刚才在讲座中提到了 书法是可以从人性升华到神圣性 那究竟怎么样做 才可以将书法艺术从人性升华到神圣性呢 您能具体谈一谈吗 谢谢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因为我没有时间具体讲 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三个方面呢 是可以让一个不管是初学者还是一个书法家 是让你的作品能够从上向神性升华的 那三个方面呢 注意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第一个方面是顶级的技术 那顶级的技术一定是顶级的人格完成的 我们看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 在古代这些先写苏东坡 他们的这些字之所以被书法使认可 我们现在认为他是神性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接地气 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写苏东坡 苏东坡是四川 那个富人家出来的孩子 这个少年得志当了官最后被卷到冤案里头 一家伙从长安扁出来弄到个湖北黄港去 饭吃不上一家人饥寒交迫 这时候他叫苏子 他叫子丹 那么最后黄港市政府给他披了一块地 全家人在那开荒种地 打出粮食来才得了得意温饱 那是城东东坡的一块关地 所以苏东坡从此就把自己叫做苏东坡了 我在那篇文章里充满感情的写道 我说从此苏东坡就诞生了 请注意苏东坡他就是一个平民了 他就是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了 他就接了地气了 所以我就说这种接了地气 你知道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 直到底层的生活了 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下降了 你的精神世界就升华了 这是神性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文本 你的书法里头经常写的是 唐诗诵词 历史上留下来那些最精华的好的作品 而且书法中国人讲吉祥 你看中国人见面 我给你送一个书法作品 一定是送给你吉祥 说的都吉祥话 都是追求美好 那自然就神性就增加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你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呢 我们不说清心寡欲了吧 但慢慢慢慢这个人学书画时间长了以后呢 他对一些浮躁的东西就不是太追求 他就朴素了 他觉得书法好 我今天自写的好 比我今天吃了一顿大餐要有用 我在书法界接交了一些朋友 书会有 我比今天股市里赚了多少多少钱 可能我觉得精神上满足 这样的话呢 人的精神世界就升华了 我不是鼓吹贫困困难穷 我是说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他接近于神性的状态 我是这么理解的 谢谢 书法和绘画呢 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 是我们虚于不可丢掉的 就是我讲那个人性 人性像神性升华过程中呢 他有两个东西是不可以丢掉的 这两个东西丢掉了以后呢 我们就没有生存之地了 两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叫做爱 一个叫做美 他用美来表达爱 这是一对神性的东西 这是最美好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忘了 艺术的本质是这两点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这个我在这个82年 我在大学毕业留校以后留清华 清华正好要建一批塑像 那个当时建那个文一多先生的这个雕像的时候 底下雕刻了一段文先生的字 那个这个是中央美院的一个老先生写的 但是他写的太潦草 我学校让我重新加工考 最后刻到石碑上去的 文先生写的那句话说 诗人的最大天赋是爱 后来呢我在国内搞这个慈善事业 因为冰心老人提出来一个农村孩子没有书读 所以建立了个书 希望书库 专门搞募捐 最后呢把我从国家教委调出来 做了冰心老人这个创办的基金会的这个负责人 所以我从那时候到现在 大概我从93年到现在一直在做 还在基本做一些对农村的这个捐赠和图书上的 我的好多作品卖出去的钱也都就捐了 那么冰心老人就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人类的本性是爱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特别重要 就是我们去爱这个社会 爱这个世界 我们不只是爱家人 还爱我们周围这些好朋友啊 然后这个爱的情感有了的话呢 美自然就出来了 感谢观看